五年前 我们曾探访中国的装备制造领域 见证了充满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 五年后 我们重返中国制造现场 一个个国之重器 继续铸就着这个国家前行的每一个脚步 这是创造历史性辉煌的五年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中国五百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 有二百二十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一百一十五家中国企业 进入世界五百强榜单 创新驱动的战略下 五年来 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 从百分之五十二点二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七点五 国家创新能力 从全球第二十位升至第十七位 中国制造2025的动员令发出 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智能制造为经济注入新动能 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 这个东方大国做出了从制造大国 迈向制造强国 网络强国的战略选择 质量 效率 动力 将在这片土地上 锻造出怎样的国家脊梁 新的篇章 已经翻开 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每一个重器的诞生 都离不开制造加工它的重型装备 辽宁大连的这个车间里 三台百万千瓦级的核压力容器 并肩排列 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能实现流水化作业的 核压力容器生产工厂 压力容器被称为核电站的心脏 这种巨型装备的整体经加工 几年前中国还无法完成 因为没有能够加工它的巨型机床 正在吊装的是由中国自主研发的 第三代核压力容器 华龙一号压力容器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 它将进行最后的整体经加工 华龙一号压力容器 高10.8米 重380吨 它的加工精度 执行的是全球核电装备的最高标准 执行任务的是16米高的立式机床 中国自主研制 王刚是这台超级机床的操刀手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 当你自己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肯定有点自好感 整体经加工 首先从压力容器顶端的密封面开始 王刚乘坐电梯 上升10米 到达16米立式机床的工作面 加工开始前 王刚将一角乘95度的刀具 安装在刀架上 刀具的一角就是刀刃 经加工是一个逐渐精细的过程 这需要机床一刀一刀地连续切削72个小时 才能保证密封面的整体平整度 故差不超过0.05毫米 拉这个平面度 必须零对零 就是一道不差 机床是工业之母 机床的制造能力 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 早在11年前 中国就将高端数控机床 列为国家重大专项 最近5年 国产中高档数控机床市场份额 达到60%以上 高端机床的出口不断增长 现在石油化工 航空航天 能源储备等领域 凡是制造大部件所需的超大规格重型机床 中国都能够自己制造 每隔两个小时 王刚就要更换一次刀具 现在王刚更换的第13个刀具开始工作 但新的刀具换上不久 在电脑前仔细观察各项数据的王刚 听到了一丝异响 走一段可能刀片会松 一松刀片就掉下去 落在过程中就挖进去了 就是个 我们的历车叫一挖刀 就是一圈 这个火就飞了 发热发松的刀具 随时都可能将压力容器割开一个祸口 这对压力容器的密闭性是致命的 王刚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 掌握大型部件整体精加工的技术工人之一 人与机器默契配合 机床就像王刚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它量就大了 那个中间那个下来磨有点发黄 及时更换刀具 车床再次启动 72小时后 密封面精加工完成 精度0.01毫米的百分表显示 王刚加工的密封面平整度 整体误差没有超过0.04毫米 老有成就感了 因为能达到那个水平 肯定是有喜悦感了 比那女孩手里更光滑 这是王刚加工的第18台压力容器 它和同事们生产出的压力容器 已经装到了70%的中国核电站里 核电技术的每一次升级 都让这些年轻人成长 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中间力量 特别是总数13年来 评价我们这个公司技术 工人是企业的宝贵财富 2017年8月 第一台华龙一号压力容器正式出海 它的目的地是4000公里外的巴基斯坦 从蒸汽发生器 压力容器到汽轮机组 中国主要核电装备的综合国产化率 超过85% 仅最近五年就提升了5% 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 30年没有间断核电站建设的国家 中国核电体系建设锻造出的 不仅仅是一个个大型部件 更锻造出了中国装备制造的 一个个新生力量 装备制造体系和人才体系托起的 还有让这个国家奔跑起来的新引擎 这是中国第一列标准动车组复兴号 一列标准动车的组装 分为车体 转向架 总装三部分 三条生产线上 14000名工人要安装列车上7100多种 总计55万多个零部件 中国高铁的研发 至少拉动着30万家零部件企业的发展 他们托起了冶金 轴承 形材 精密仪器等数十个高端装备行业的自主创新 复兴号涉及的高速动车组 254项重要标准中 中国标准占到了84% 与日本 德国等高铁强国相比 今天 中国之所以能在高铁技术领域 不逊色与任何一位竞争对手 靠的是60多年来形成的庞大制造体系 东北长春 被称为高铁大脑的网络控制系统 在这里取得突破 华东青岛 高铁的系统集成 转向架等核心技术 在这里实现中国创造 华北唐山 首辆国产化CRH3高速动车组 在这里下线 华中诸州被称为电力机车之都 高铁之心就从这里澎湃而生 围绕着高铁机车 中国22个省有700多家企业 参与了技术的研发和配套 湖南诸州 中国最大的轨道交通制造集群 这里聚集了轨道交通装备企业320多家 牵引变流器 复兴号的心脏 它由1152个IGBT芯片组成 这种只有支架盖大小能让高铁平稳运行的IGBT芯片 三年前 中国取得突破 它们不只用于高铁 还用于智能电网 航空航天等领域 眼前这条生产线 是全球第二条IGBT生产线 智能线的生产时间比原来缩短了70% 好 过来了 第一个 复兴号上 动车组九大关键技术 十项配套技术 由包括株洲基地在内的全国四大基地逐一突破 山东龙口 中国最大的轨道交通旅行材制造基地 边梁是连接列车侧墙和地板的大部件 机车的边梁有25米长 结构复杂 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万吨级旅行材挤压机 它可以实现复杂结构大部件的一次成型 它的挤压力最大可以达到13500吨 上千吨的铝钉 在挤压机里会像面条一样柔软 挤压全过程 要控制温差不超过50度 如何控制温差 是此前德国日本制造巨头的核心机密 今天 中国工程师用挤压速度的快慢 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 挤压速度控制在每分钟4米 边梁一次挤压成型 挤压成型的边梁 被送往200多公里之外的青岛 那里是中国高铁的梦工厂 这里一万多名技术工人 创造出了让世界震惊的中国速度 平均每四天 这里就能制造三列中国标准动车组 车体制造 是整个制造中最基础最首要的环境 焊接组要将车体的尾部 车头 车顶和两边的侧梁和侧墙 焊接在一起 全长25米的车体 变形不能超过5毫米 为了确保车体焊缝对称收缩 自动手臂焊接外部焊缝时 车体内部的人工焊也必须同步开始 这是车体30年使用寿命的质量保障 四个人同时作业 从车体中间开始向两端焊 大家行进的速度要始终保持一致 就是这些中国工人 铸就了中国高铁世界第一的基石 2.5万公里的营业总里程 超过了第二至第十位国家 高铁里程的总和 到2020年 中国高铁总里程将增长到3万公里 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宏大蓝图 正在向远处延伸 党的19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重点还是要发展实体经济 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 那么我们认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 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 所以抓好制造业的发展 实际上是发展我们国家实体经济 这个体重应有之一 从四川盆地到世界屋极 海拔累计落差一万四千米 中间被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足隔 在这个人类星球第一大台阶上修建铁路 这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挑战的铁路工程 今天的中国正在将它变为现实 成都至亚安的路段上 川藏铁路东线工程正在全速推进 工程师黄元平要和他的同事 在两天里完成以往四天的 桥梁架设任务 这里是被称为天露的多雨地带 工程人员必须在夏季暴雨来临之前 完成施工 前所未有的施工速度 挑战着中国工程装备 三台180吨全地形轮式运粮车 向着川藏铁路第一座特大桥 骑港村特大桥施工现场挺进 车上是32米长 150吨重的梯行梁 这种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轮式运粮车 从根本上改变了铁路桥梁 只能依靠轨道运输的作业模式 施工现场运粮车将香梁直接运至驾桥机下方实现对接 从运输到吊桥梁 80分钟全部完成 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快的驾桥速度 世界之最的创造 不只归功于轮式运粮车 更为关键的是它背后机械集群的强大支撑 距离骑港村特大桥施工现场仅一公里 明山两厂六百多名工人组成的八个专业班组 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制粮作业 把制粮工厂建在施工现场 压缩运输距离 这是中国首创 一小时内 在自制的钢筋预扎架上 一片桥梁的主体钢筋结构 就可以绑扎完成 两个小时 二十个制粮台 可以同时安装上钢筋骨架 不到三个小时 自动计量搅拌站 就可以完成一片长32米 动150吨的梯形梁胶柱 整个过程全都是流水化作业 一天之内 这个粮厂可以制造出十片梯形梁 整个城雅段41.18公里 26座桥 1864片香梁 都将在这里完成 而这些预制工厂本身 也是川藏铁路 提升施工效率的秘诀之一 按照设计 两场的最后一批香梁 将就地举升 未来这些预制工厂 都将变成车站 何娘泽 川藏铁路的设计师之一 让川藏铁路全线 1800公里的36个车站 在施工期间 承担加工厂的任务 这也是中国设计师的独创 不浪费一寸土地 更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 何娘泽打开的这张 长达20米的图纸 是中国最早的川藏铁路路线勘探图 绘制于上世纪50年代 那时候难以想象 交通又不变 怎么进去的 我们这个二院的这些老前辈 你看这图全都是繁体字 泛黄的手绘地图 是三代中国铁路建设者 追逐梦想的开始 受制于当时落后的装备和技术 梦想一搁置就是60年 高原之上的西线工程 符纸上只标出了水文和地质的 大概参数 施工方案始终未能成型 川藏铁路的西线工程 要比东线复杂得多 高海拔 大落差 雪崩 滑坡 岩豹等 脆弱的生态环境 多达上百种的复杂地质状况 是铁路工程建设史上 极少遇到或从来没有遇到的难题 西线是万山叠障的横断山脉 大型设备根本无法进入 要在这里顺利施工 汇聚的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力量 中国工程师冯山开洞 御水搭桥 独有的中国工程方案 成功解决了八起八伏的 高落差难题 这种适于高原施工的装载机 瞬间推力可达50吨 是全球独有的高原工程利器 这种一体式带模柱浆机 喷浆在十秒内可以迅速凝固 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隧道之户喷浆 川藏公路上 大批的物资通过专门的高原运输车 源源不断地进入藏区 西线上最多的是隧道工程 紧拉萨到林芝段 就有47座隧道 令达拿隧道在推进到1.5公里的时候 遭遇软延大变形 隧道的变形长度达到17米 嵌入墙体 用于加固隧道的钢筋正在脱落 隧道顶部已经下沉26厘米 随时有塌陷的危险 所有的难题都是对中国工程机械装备的考验 更是对人才实力的综合验证 为了抑制大变形 全国几十家设计施工单位 此时都以整装待命 隧道之上900米的山顶 勘测团队利用绳索取芯钻机 取出地下一千米的地质样本 样本的疏松度分析 是决定隧道里使用何种支护设备的基础 在成都 工程测试团队对八种研层样本进行硬力检测 这可以确定支护设备施工的最佳角度 在北京 来自全国的十几家技术公关团队 根据前方采集的数据分析抑制大变形所需的支护装备数量 短短两天 工程师们给出了解决方案 使用最传统的毛杆 但所有的技术诀窍 都在这个只有十公分长的毛杆杖壳头上 插住进去过后 用扭地板手机把它施加一点点地 使前面的杖壳头张开 让这个毛杆提前收立 以致这个软癌的早期变形 再走 借助新式战壳头 毛杆可以穿透至少二十层千枚岩 整个支付方案 每一个数字都经过了精确模拟计算 按照专家们给出的方案 毛杆需要呈三十度斜角 按每分钟0.1米的钻进速度打入掩体 拉拔测试显示 七十千牛的拉力 毛杆纹丝不动 盐层大变形被成功抑制 我们有能力解决人和问题 有能力实现中国人自己的百年梦想 川藏铁路预计2026年将全线贯通 从成都到拉萨仅需13个小时 它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为重要的交通大动漫 未来八年 数十万铁路建设者 上千种近百万台工程装备 还将在川藏铁路沿线大展身手 他们将创造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奇迹工程 装备体系 技术体系 人才体系 中国的先进技术成果要与全世界分享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世界上最拥堵的城市之一 横川达卡城的帕德马河 是补育当地百姓的生命之水 但也是这个国家南北经济的巨大阻隔 亚热带丰沛的雨水 让帕德马河时常泛滥 运输也会随时停摆 一座六公里长的跨江大桥 帕德马大桥 已经开始在中国工程师手中建设 这座工铁两用大桥 建成后不仅将连通孟加拉国南北 还将成为孟加拉国直通中国 缅甸 印度的重要枢纽 这是孟加拉的千年梦想之桥 第一个重要的工程节点来临了 工程师沈涛和他的同事 要把一根世界上最长最重的钢桩 打入帕德马的河床中 在帕德马河上建桥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孟加拉国属于典型的冲击带 帕德马河床下110米的地方 依然是疏松的沙层 在这里建设大桥 桥墩的主体结构钢桩 至少要达到120米的长度 才能确保大桥稳如泰山 正在起钓的这根钢桩 长71米 重310吨 这是120米钢桩的第一部分 这是一个让世界瞠目的施工方案 中国人要把120米的钢桩 分成两节进行组合安装 因为世界上既没有任何起重设备 可以完成120米长的 巨型钢结构部件的竖直吊桩 而且也从来没有将一根钢桩 分成两段施工的成功经验 今天中国人要把理论上的施工方案 变成现实 夜幕降临 第一根钢桩即将入水 三十多名工人正用钢篮 将钢桩拖拽成倾斜的姿态 固定在导向架上 中国工程师自主设计的导向架 在三级定位控制下 可以将钢桩定位精度 调整到20毫米以内 钢桩要沿着导向架倾斜下滑 以10度的倾斜角度入水 这是入水前最关键的时刻 角度稍有偏差 都会影响未来钢桩的受力 四条直的腿的话 那本来会容易翻的 那如果用是一个斜的四条这个腿的话 它会有个水分分离把它撑起来 那这样会向它要分过一些稳定性 首节钢桩按照预定角度完美入水 此时这个形式铜铃重达380多吨的2400千焦 液压打桩锤已吊桩到钢桩的顶端 这个大功率液压锤 是为帕德马工厂专门设计定制的 它将把钢桩打入河床深处 技术员正密切关注风速流速电压的变化 每一个参数都会影响打击力度 这将是世界上首次超长超大直径的钢鞋桩插打 以多大的力将钢桩打入河床 全世界都没有可以借鉴的工程数据 如果60的话可能比较快 它最小就能60吧 根据今天的气象参数 力度和速度 20个小时连续作业 帕德马跨河大桥第一根主蹲底节钢桩 成功嵌入河床 此时长50米的第二节钢桩 也已经运达指定位置 这一次两节钢桩要在空中完成对接 这是整个施工过程当中风险最大的时刻 起重船要始终吊着第二节钢桩 让它悬停在第一节钢桩上方 两节钢桩的接口要控制在5毫米之内 才能确保焊接顺利进行 好 好 好 停 帕德马河夜晚的风速和水流比白天平稳 焊接选择在夜晚进行 悬空焊接只能由人工完成 20米高的平台上 三名焊接工人 要将两节钢桩融为一个整体 它们要打破的是百米钢桩无法施工的国际魔咒 两节钢桩的接口深度达6厘米 最内壁的接口缝隙只有5毫米 完成这种焊接采用的是堆焊 焊枪伸近6厘米深的内壁 工人必须长时间攻下腰身 手上重达4公斤的焊枪 也要保持固定的角度 匀速移动 任何一点大的摆动 都有可能导致焊缝变形 而前功进气 钢桩周长将近10米 焊接整整持续了9个小时 下一关考验的是焊凤的强度 焊凤必须达到甚至超过钢桩铜体本身的强度 才能经受住垂机 叶压锤击打钢桩的声音 再次在帕德玛河上响起 这一次击打的时间要比第一次多出近4个小时 焊凤能否经得住考验 所有人屏住呼吸 长时间的击打 长度近10米 厚度达6厘米 宽度达5厘米的焊缝 没有一丝裂痕 历经48小时 总长120米 直径3米 总重550吨的 全球最大的桥梁主吨钢桩 稳稳地嵌入河床120米深处 这是来自中国的600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70余台设备组成的装备集群创造的世界新纪录 核爆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雷土 在迈向制造强国的征程中 一个体系的形成 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持之以恒 尖端技术 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积累 这是令全体中国人激昂振奋的一刻 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 也是世界上载荷量最大的货运飞船 天舟一号顺利升空 中国向空间站时代 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 而他背后的幕后英雄 也是一支超强战队 远望七号 就是其中的十力猛将 他是天舟一号的导航员 这是天舟一号发射前 远望七号起航的前夕 李仁龙和他的同事 登上十二米高的测控天线 进行出航前最后一次设备检测 稍稍动一下天线 不要太过 稍稍动一下行 就是我们动得活氧 这台测控天线 和另外一台十米高的测控天线 他们是与天舟一号对接的通天神器 这台测控天线 搭载了S频段和X频段两个测控频段 让远望七号测控范围远至月球 远望七号装载的947套 世界最先进航天测控设备和船舶设备 比远望六号多出了一百多套设备 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科学城 船船领域实际上是一个竞争 还是比较激烈的一个领域 我们国家完全是依靠独立自主 自立更生这么一种状态 远望七号正式启航 它要在广阔的太平洋上 引导天舟一号进入预定轨道 中国是继美国 俄罗斯 法国之后 第四个掌握远洋测控技术的国家 在一百五十多次的航天发射中 远洋测控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一百 位居世界首位 自主建造远洋测控船只 中国工程师用了四十年 今天远望七号的独立远航能力 可以覆盖太平洋 印度洋 以及大西洋 南北纬60度以内的任意位置 风力在七到八级 浪高三点五米以上 根据专理系上汇舱结果 建议从热带低压的右侧快速通过 大风乱航行部署 大风乱航行部署 四月的太平洋 气候变化无常 距离到达指定海域还有三百海里 一股强气旋 以时速七十公里的速度呼啸而来 考验着远望七号的航行动力性能 甲板之下 动力监测中心 具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监控系统 轮机部部长向卫东 和同事们全力保障着风暴中的 航行动力安全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 中国远洋系列的动力监测控制系统 已实现全面突破 它的信息化 集成化 智能化 都是全球最高的 这是一个举一国之力完成的积累 远望七号 装有全球最先进的 智能化感知安全监测系统 船上动力设备上 一万多个监测反应器 通过总计九百公里的电缆连接 我按一下机控 第二按一下机控 动力舱中 主机 传动设备等六百多套设备 每一个的运行状态都会实时传回这里 任何异常情况都可以提前排除 远望七号 无惧任何风险 远望七号成功穿越危险气旋 抵达指定海域 接下来 要为天舟一号升空做测控准备 任务更加艰巨 动态追踪测试信标球 难度丝毫不低于测控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信标球随风飘动 没有固定的飞行轨迹和速度 按照要求 测控系统要在五秒内捕获目标 风力六级 信标球迅速升空 巨型测控天线转动 仅仅三秒 测控室就捕捉到了信号 这种海上标教技术 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一切准备就绪 在北京 在海南 在太平洋上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发射的时刻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乘载天舟一号的运载火箭 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 飞向太空 远望7号要在火箭发射后七分半钟左右 在太平洋上捕捉火箭信号 接过陆地基站的导航接力棒 发现目标 在第431秒 远望7号准确捕获天舟一号 这比预想的时间快了近19秒 从导航开始 到天舟一号进入预定轨道 远望7号仅耗时166秒 天舟一号完美进入预定轨道 我们特别激动 就是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 发现在太空当中 有我们中国人 这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的五年 远望7号要频繁驶入太平洋 一次次将火箭送入太空 逐步搭建起中国的空间站 当今世界 制造强国间的竞争 早已不再是单一产品的竞争 体系化竞争 协同创新竞争 已经成为主旋律 莫子号升空 天眼落成 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大放异彩 暗物质探测卫星 悟空 已经最先观测到黑洞的新一轮活跃期 驻导神器天空号下水 蛟龙号载人下潜深度 世界第一 C919一飞冲天 这些震动世界的重器 无一不是能拉动整个体系升级的力气 从2010年开始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第一大国 而且这几年呢 我们一直保持这个第一的位置 但是在发展当中呢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我们虽然是制造业第一大国 但还不是强国 我们还需要把大国向强国逐渐地去发展 去转变 从制造大国 迈向制造强国 中国还需要跨越哪些关键门槛 空天体系 发动中国的脚步能走多快 通达天下 最有实力 跻身全球第一梯队的工程机械 还有哪些短板 造血通脉 作为工业的血液 一个自给自足 高效开采 科学利用的绿色能源体系 怎样打造 布局海洋 更远 更深 更强的蓝色未来 如何激荡活发 中国心 中国脑 中国云 中国网 如何成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重器 这片创新的卧土上 将展开新的征途 新汉灿烂 升空浩渺 探索浩瀚宇宙 建设空天强国 中国人的飞天梦 迎来了圆梦的新时代 神舟 嫦娥 天宫 这些凝结着先祖想象的名字 今天已成为一个个航天重器 寻以九天之上 运二零 C919 AG600 大飞机三舰客 相继展翅蓝天 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不懈追求 终于在世界的东方 绽放耀眼的光芒 作为高新技术最为集中 产业溢出效应最强的领域 空天技术水平 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 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 国防实力 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迈向航空航天强国 中国已发动引擎全速前进 2017年5月5日 一个被中国航空史铭记的日子 C919首飞成功 营绕中华民族百年的大飞机梦 取得历史性突破 13公里外 浦东制造基地 中国大飞机的梦工厂 第二架C919 正迎来关键的生产节点 总装车间正在调试飞机线缆 线缆就像人体的血管 稍有不慎 就会导致连接的器官发生故障 驾驶舱内连接显示器的线缆 126个孔对应126根线 每一根线都要准确无误的接通 这样的线缆 一架大飞机总共有近三万根 这些管线插接件都是航空标准件 一个国家能够生产的标准件越多 整体工业实力就越强 C919身上标准件有100多万个 大飞机研制带动的是 中国工业体系整体实力的升级 模拟驾驶舱中 周桂荣正和同伴模拟起飞时的状态 航电系统 飞机的神经系统 看似简单的拉杆动作 其背后每秒要传输上千万个信号 需要一千多个设备配合工作 此前全球只有波音空客 拥有大飞机航电系统的集成能力 相关技术严密封锁 在C919身上 中国人研发出了自己的大飞机航电系统 我们本身研制成功的突破 不仅仅是研制一个产品 而是把我们整个研发的体系 我们的能力给建立起来了 尖端技术 如同粮食 端自己的饭碗才会香甜 过去十年 科研人员在C919上 完成了102项关键技术突破 200多家企业 36所高校 数十万技术员参与其中 一条完整的中国民用客机制造产业链正在形成 2017年12月17日 这里再次成为亿万国人关注的焦点 第二架C919腾空 拉开了C919全面试验试飞的新征程 浦东机场40公里外 中国大型客机发动机制造基地 给大飞机装上中国新 是三代航空人的梦想 这个梦想正在新一代中国工程师手中缔造 发动机零部件陆续抵达 这是一场全国大协作 来自全国九个主要制造基地的 200多家供应商 参与了这型民用航空发动机的研制 发动机验证机的装配工作正在进行 这型发动机是为C919量身定制 飞机发动机被誉为 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摘下它极为艰难 国际上 一款新型航空发动机研发周期 少则十几年 多则三十几年 比飞机整机的研发周期还要长 高投入 高风险 世界上仅有美国 英国 俄罗斯 法罗能够自主研制 包括有性能的要求 还有安全和运营的要求 也就是市行和市场的要求 因此干这件事 指标是非常高的 发动机高压压器机转子 是发动机内部叶片最集中的核心部件 压器机转子需要每分钟旋转一万六千余转 六百余片工作叶片积极增压 积极升温 要满足高速 高温 高压 高载 高可靠性的科科要求 需要集成理论力学 空气动力学 材料学 特种工艺等诸多学科 高压压器机转子与涡轮转子即将对接 整个对接 中间不允许留有一丝缝隙 任何余量都会给发动机带来震动 导致灾难 利用零下四十度的干冰 让涡轮转子底部直径收缩0.1毫米 完成对接装配 看似简单 然而就是这区区0.1毫米 能够确保涡轮转子顺利嵌入高压压器机转子 而且严丝合缝 经验摸索只能靠自己 发动机核心技术研发 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买 发动机还非常大劲来做这个事 它使整个国家的工业的整体水平 能够上一个大台阶 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中国的目标是打造航空动力的强劲中国心 在发动机设计 制造 试验及相关材料研制等方面 全面布局 形成中国航空动力研制和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就像习主席对航空公司成立的时候批示下来 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造出中国的航空发动机 信心来自航空工业六十七年积累起来的工业体系 叶片是航空发动机通过燃气产生推力的关键部件 无锡用四十年时间建立的高端发动机叶片制造基地 已经形成规模 这里聚集着三十多家叶片和配套企业 张铁磊研发的项目 是让航空发动机高温涡轮叶片 能够适应燃烧式一千七百度的高温 这是制造涡轮发动机的关键 研发制造高温涡轮叶片 涉及精密铸造 热胀涂层 气膜孔加工等多项复杂技术 涂层是避不开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张涂层是喷涂在叶片的表面 然后起到这么一个割热的作用 这些机械手的弯曲角度 喷涂方式 涂层厚度 喷涂成分 喷涂时间 每一个都是花钱也买不来的工艺参数 张铁磊需要一个参数一个参数的调整 测试 就在张铁磊他们顽强攻关的同时 另一家工厂里核心制造取得了突破 这个车间里有着中国自主研发的 整体液盘双轴竖控压力喷完机 这里的工程师平均年龄不到32岁 他们的目标就是让发动机整体液盘的耐疲劳性能 再提高十倍 要加工的整体液盘叶片 最薄的地方只有不到一厘米 喷腔可移动范围非常狭窄 碗粒必须能够打击到每一个叶片的曲面深处 但喷腔不能与叶片发生碰撞 喷腔就位 加工开始 直径0.3毫米的玻璃丸力 以每分钟2000万个的速度 从喷腔喷出撞击叶片 在叶片表面形成一层0.1毫米的压硬力层 提高使用寿命 整体液盘表面强化技术 是全球公认的航空发动机重大技术难题 延期带领团队历经上万次计算验证 实现了喷腔的精准运动轨迹控制 在我国这一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 核心技术和专有技术 这个是没法来引进的 只能靠我们自己 这个过程怎么来实现 那就是要靠我们 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地去创新 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五年来 长征六号 长征七号 长征五号 新一代运载火箭相继首飞成功 中国平均每年宇航发射任务在三十次左右 这是当今世界最密集的发射频次 中国的空间活动 正迎来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 从载人登月到升空探测 人类信部太空 需要拥有更大运载能力的超级装备 这里是亚洲最大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中心 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动机 全都在这里诞生 现在 这里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台发动机下线 为重型运载火箭研制的液氧煤油发动机 正在这里研发 一旦有了这种发动机 中国人登上月球 火星将不再是梦想 装配石长腾 今天要完成喷住气的组装 这是决定火箭发动机能否稳定燃烧的一个关键组件 发动机工作时 三百三十多根喷嘴会不断喷出煤油和气态氧 雾化后在燃烧室激烈相遇 火箭发动机的稳定燃烧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火箭推力越大 发生燃烧不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 喷住孔直径的大小 阵列的排布方式 这些关键参数 中国工程师已经完全掌握 发动世界的发展 所有走的每一步都是有效的 都是无法回头再去重复的 希望不断地去超越 不断地打到新的高度 发动机总装完成 工程师正在做最后的保护 这些黄色的隔温材料 中国自主制造 可以耐受点火时三千度的高温 现在一个工作站 一个基本接近尾程了 马上就可以翻转装车 现在检查一下 有没有在遗漏的地方 或者哪些情况 需要补充 这台发动机 将摇摆装置 设计在了涡轮泵的后端 视觉上更加修长 可以为火箭巧妙地节省空间 这是中国第一台 泵后摆火箭发动机 此前 全球只有俄罗斯掌握这种技术 泵后摆技术 是重型运载火箭的核心技术 重型火箭发射升空时 需要拥有更强大的姿态调整能力 以抵御 气流 燃烧等带来的影响 确保火箭按既定轨迹行进 传统发动机是整体摆动 泵后摆技术 将摇摆装置后置 局部摇摆 能使发动机体积缩小 节省出来的空间 可以为运载火箭并连更多的 火箭发动机提供可能 从而实现超大推力 中国第一台泵后摆发动机 即将送往50公里外的 新一代火箭发动机试验基地进行试车 秦岭深处 引力着亚洲最大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 泵后摆发动机将在这里接受检验 一旦测试成功 泵后摆发动机技术 将为中国未来重型运载火箭的 主发动机研制奠定坚实的基础 把要害的刀口相关的位置 都必须确认一遍 刘志让正带领团队 检查这些蓝色巨型竞架 泵后摆发动机点火试车时 推力将达到120吨以上 只有这四根形似牛腿的巨型竞架 才能将发动机牢牢按住 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这个火箭发动机试车台 已经成功完成了 长征六号 长征七号 和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 核心动力试车 另一组工程师 要为火箭发动机 装上采集压力 温度 流量的传感器 总共319个传感器 借助他们 发动机运转的每一个动作细节 工程师都能完全掌握 火箭发动机试车台 相当于一个小型火箭发射场 试车的每一步 都完全模拟真正的点火过程 必须确保绝对安全 万无一失 点火前 必须先做一次摆动试验 工程师通过传感器 测量出泵后摆的振动频率 以便在点火时 避开发动机与试车台的共振频率 先这么动一下 然后这个似乎这么动一下 然后再摆个圆 然后在整个喷管 就是这个方向加这个方向 大概相当于总共是5次 这套中国人研发的火箭发动机 传感器系统 全世界只有中国 俄罗斯 美国拥有 各港人注意 第一次综合测试 50秒 正常停车 马上开车 101 千以一 千以一 102 此次点火试验将持续50秒 泵后摆发动机 面临近2万转高转速 3000摄氏度高温的考验 在火箭发动机的内部 点火时的瞬间压力 会达到120吨 相当于将黄浦江的水 打到高海拔的青藏高原 100K-001 试车时间50秒 目前试车准备工作 应就绪 准备点火试车 报告完毕 5 4 3 2 1 点火 从点火开始 到形成最大推力 只需两秒钟 整个试验台架 在强烈的震动中 稳如泰山 泵后摆所有部件 完美运转 中国首台泵后摆 大推力火箭发动机 研制成功 群山之巅的生生风鸣 使梦想一次次实现的回响 今天的中国 已经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心 向着更远的太空探索 迈出坚实的步伐 再厉害的重型装备 升空前也必须先完成地面运输 这需要另一些动力强劲 动作灵活的特种装备 湖北孝改 中国最大的重型特种运输车 研制基地 正在进行一场重要的测试 重型特种运输车 是运输装备中的巨无霸 眼前这台450吨重型平板运输车 20米长 6.1米宽 载重平台的面积 有1.5个羽毛球场大 今天 他将接受运载能力的极限测试 运输车开到龙门架下方 这是今天的任务目标 150吨的龙门架 连同300吨重的配重块 总重量450吨 相当于两架波音747客机的重量 重型特种运输车 是世界上轮胎最多 最强悍的载重运输设备 也是航空航天 大部件运输急需的装备 此前这个领域 一直是德国装备巨头的天下 为了分散路面压力 工程师杨凯 这一次配置了64个车轮 驾驭如此多的轮胎 需要最先进的控制系统 对 现在走着转向角度 可以看一下 现在转向角度是32度 好 收到了 白雪峰要驾驶运输车 进行连续转弯 这是检验重载车辆 机械性能的关键 平板车又长又宽 为了缩小转弯半径 每个车轮都可以做 正负100度转向 要让64个灵活度很高的轮胎 步调完全一致 需要6个车载控制器 16个转向油缸 16个独立转向悬架 协同工作 有了这种运输车 中国火箭发射场内的转运 可以完全摆脱 传统轨道运输的方式 更加便捷和高效 1000公里外 全球最大的柴油发动机生产基地 为中国的特种运输车 装上一颗强大的中国心 刘青翼团队立下了军令状 中国制造要走向高端 体现在发动机这个行业 乳膜铸铁技术 应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技术之一 看到这种趋势 我们依然决然地要做起来 眼前700多件红色发动机钢体 是过去三年 刘青翼他们制造出的 所有试验件 每一个都代表着一次试验结果 这些钢体全部采用 如墨铸铁材料 如墨铸铁 是国际上公认的 最具潜力的高端发动机材料 抗拉强度和耐疲劳强度 几乎是传统发动机 灰铁材料的两倍 此前只有瑞典和德国 较为成熟地掌握了 如墨铸铁制造发动机的技术 这些银色的包心线里 藏着中国工艺师研发出的核心机密 将它添加进熔炉 普通的铁水就能获得蠕虫状石墨 变成强度更高的如墨铸铁 为了找到包心线里面 这些黑色粉末的配方 刘青毅他们用了整整四年时间 数百种的组合 每种组合都需要无数次的试验验证 两个都设置上一米 咱再测一下 来 即便有了配方 制造的工艺也要分毫不差 包心线送入炉内的长度和速度 要反复测量 超过1400摄氏度的铁水 必须严格控制在50秒之内 到达如化站 如化的铁水全部注入模具 必须在八分钟之内完成 每一个环节 刘青毅都要精确把控 因为铁水里产生的蠕虫状石墨 是介于球形石墨和片状石墨之间的一种形态 非常不稳定 要把不稳定的形态 稳定地生产出来 难度极大 所有的工艺参数 现在刘青毅他们都已经完全掌握 就像泡影币 正面是回铁 反面是球铁 立起来的就是五摩铁铁 工业生产就要求 每一次泡影币都是立起来的 总装厂房里 每分钟就会有三台柴油发动机下线 未来新一代如墨铁铁发动机 将在这里全面装备中国特种运输车辆 作为发动机行业的龙头企业 我们有责任挑起民族动力的这副担子 赶超世界相级水平 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制造业的一个梦想 经济强国 必是空天强国 距离地面一百公里到三万多公里的空域 卫星频率和卫星轨道资源 已经是全球必争的宝贵战略资源 现代通讯 环境监测 资源勘探 军事国防 卫星都承担着重要角色 目前我国载轨卫星数量超过200颗 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构建互联网加卫星的天地一体化网络 是中国的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 摆在中国工程师们面前的两大难关 一是提高卫星精度 二是加速布局 辐射校正和几颗校正之后 就像素没有那么多 对对对 设计师李黎和团队 正在布置高景一号全年的载轨拍摄任务 这颗卫星是目前全球同体量分辨率最高的光学摇杆卫星 分辨率高达0.5米 完全由中国自主研制 过去一年高景一号已经完成全球2456万平方公里成像 为全国钢铁行业去产能效果监测 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前同级别高精度光学摇杆卫星 只有美国 法国 韩国能够制造 只有这个亚米级的分辨率 0.5米级的分辨率 这种摇杆图像 在这个国际摇杆图像市场上才具有竞争力 相当于是它的细节呢 能够分辨出汽车前玻璃和后玻璃的形状 在距离地面530公里的太空拍摄高分辨率图像 首先要突破相机镜片的高精度技术 工程师张继友正在调制研磨抛光剂 这是确保镜片精度的一道关键工艺 镜片的材料 研磨的工艺 是航天大国严守的秘密 2016年被中国工程师攻克 五灯云团队正在调试的变速控制力矩陀螺 这是另一项确保摇杆卫星拍摄清晰度的核心技术 黑色的控制力矩陀螺 可以使卫星姿态快速激动和稳定 中国是全球第三个掌握变速控制力矩陀螺应用的国家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地面试验设备 就不可能制造出自己的卫星 平行光管试验台的测试把镖上 分布着40根直径10微米黑白相间的细线 卫星相机如果能清晰分辨出这些细线 就意味着摇杆卫星在530公里的太空 能分辨出0.5米的物体 黑白线条界线清晰 测试结果很完美 这台中国自主研发的平行光管试验台 已经为中国十几颗高分辨率摇杆卫星 提供试验验证 我们必须拥有自主获取高分辨率 这个图像的能力 因为国外摇杆数据 一旦掌握了这种垄断的局面 它如果要限制你 我们就没有途径去获取这种高分辨率图像 到2022年 由16颗0.5米分辨率光学卫星 4颗高端光学卫星 4颗微波卫星 以及数颗视频高光谱微小卫星组成的 世界上规模最大 性能一流的超级商业摇杆卫星系统 将在中国人手中建设完成 用来制造卫星的超级装备 此时也迎来了新的突破 中国第一台自主制造的 三维五轴激光机床 即将在这间卫星制造工厂 进行总装调试 三维五轴激光机床 是加工一型曲面卫星零部件的利器 代表着目前全球数控机床的 最高技术水平 过去一直被德国 日本意大利的少数行业巨头把控 测试开始 激光头围绕一个点 做全维度360度旋转 肖骏军紧钉屏幕 看似简单的绕点运动 其背后需要依托 数控系统设置的空间算法 每一秒都要进行超过 一万次的复杂计算 作为机床装备的大脑 三维五轴激光机床 数控系统 被视为重要的国际战略物资 肖骏军他们用了整整八年 才实现今天的突破 三维五轴它定位 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设备 别的渠道是无法获得 这就需要我们走自己的路 研发的每一步都是难关 从激光头的肩部 到肘部再到腕部 内部直径8厘米的狭小空间内 需要容纳50组电路信号 20组高压水汽通道 作业中任何一组出现泄漏 价值数百万元的激光头 都会报废 机头如何密封 曾困扰中国机床行业十多年 现在这个难题 已经在2300公里外 得到了解决 车间里 工程师正在为三维五轴激光头的主轴 安装密封圈 将密封圈放入热水软化 再用手捏成新字形 放入孔径 这种独特的安装工艺 是中国工程师的发明 它可以将密封圈牢牢嵌嵌在沟槽里 避免密封圈在使用中发生形变 长86厘米的主轴 需要放入20个这样的密封圈 我们现在的设计是一环 制造一个三维五轴激光头 总共需要100多种不同型号和规格的密封圈 工程师陈嘉庆正在安装机头最后一道密封圈 这条黑色的密封圈可以保证20公斤的高压气体 在内部做工时不发生任何泄漏 在确保不泄漏的前提下 密封圈数量越少 激光头运动时的阻力越小 运动姿态才能越流畅 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这个三维五轴激光头 密封圈数量只有国外的三分之二 一半以上的密封圈都采用了新材料 要想成为空天强国制造强国 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高端竖控机床 北京卫星制造厂内 第一台国产三维五轴激光机床 试生产准备就绪 打60%的速度 切割开始 激光头上下浮动 始终与零件保持着0.7毫米的距离 类似这样的拐弯 传统加工工序要使用四五种设备 至少花上三天才能完成 现在只要几分钟 就能一次性完成 数百甚至上千个孔径和复杂工序的精加工 有了这种超级装备 航空航天零物件的制造周期 可以压缩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中国以前研制一颗新的卫星 需要八年的时间 现在我们拥有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设备 我们的研发世界已经压缩到了四年左右 在外向航空航天强国的路上 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最高 中国已经成为继德国 日本意大利之后 第四个完全自主掌握 三维五轴激光加工技术的国家 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 在空天领域实现机床国产化率80% 并带动中国制造业整体 向高质量 高效率 加速跃升 一向向尖端空间技术的重大突破 中国向世界展示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信心和底气 神舟十号飞船 开启中国应用性太空飞行时代 天宫二号 让中国拥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 中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 顺利完成推进器载轨普加 快速自主交汇对接等多项任务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只用了25年 就跨越了发达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中国航天宣告迈进空间站时代 直线直线 设计师唐自新 今天将带领团队完成空间机械臂的实物抓取试验 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只空间机械臂 它可以像人的手臂一样灵活 地面试验 首要难题 就是太空微重力环境模拟 让机械臂悬浮抵消自身重力 必须依赖这些黑色圆形气足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太空微重力试验装备 气足会向下喷气 与地面形成一层只有头发丝四分之一后的气膜 机械臂它是做在一起的 机械臂的水平运动姿态 实时显示在屏幕上 根据实时采集到的数据 唐自新他们能演算出机械臂的抓取能力 机械手缓缓靠近 目标物体牢牢抓住 完成拖转 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 独立掌握大型空间机械臂核心技术的国家之一 这是进入空间站时代 必须攻克的重大关键技术 未来太空长期驻流的另一项关键技术试验 此时也在同步进行 这是全球最长时间的一次 太空舱人工生态系统密闭生存试验 一致豪 已经在模拟太空舱封闭生活了180天 植物舱内可见的紫色光源 是为光合作用特别设定的光谱频段 每周三次的小麦收割都经过了精确计算 60平方米的栽培面积 按生长周期分为30批 它们将是一致豪和三位同伴生存的主食来源 全球太空舱模拟密闭试验 此前最长的时间记录是180天 由俄罗斯创造 这次中国挑战的目标是365天 我们一周隔一两天要喝一次节菜水 可以防止感冒 模拟舱总设计师刘宏保持着和舱内的通话 为了这次试验 它们准备了整整13年 目前全球拥有这种装置的 只有中国 美国和俄罗斯 如果人要在地外要实现长期生存的话 从地面补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从费用上还是从技术上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要能够很大程度上循环再生 今天午饭吃的油菜 油麦菜 西红柿 都是在模拟太空舱里种出来 现在 医治好它们能种出的作物 已经有将近40种 365天的封闭试验 处理一些做饭用的佐料和植物生长必须的养分 可以携带进仓 其余大部分都必须自给自足 刘光辉正在检查尿液处理情况 这套设备负负责分解太空舱内所有的液体 尿液经过回收净化 可以用来种菜 种小麦 怎样在地外环境当中 实现氧气 水 食物等各种物质的循环利用 构建人工生态系统 这是所有载人航天大国都希望站上的技术制高点 每天 刘光辉要给面包虫喂食两次 面包虫学名叫黄粉虫 是一种国际上公认的安全可食用的虫子 高达60%的蛋白质可以为宇航员提供优质的动物蛋白 菜 那些如果烂了你就不能给虫吃 给它吃了它会拉肚子的 那个太新鲜的叶子也不能给的太多 这次密闭生存试验 面包虫是很重要的角色 此前 其他国家都是在植物和人之间 构建太空生存系统 中国是第一个增加微生物和动物环节的国家 这将是一次颠覆性技术突破 每周 舱内试验人员都要收集至少18种样品 交给刘红 帮助刘红他们找到进一步提高循环利用率的方法 现在他们已经实现了氧气和水100%循环利用 80%以上的食物循环利用 试验系统的总闭合度达到了98% 这是目前全球的最好成绩 因为外源少了嘛 那么就要把更多的废物在里边循环再利用 这样使得我这系统能够平衡稳定地运转 现在管在1.75位置 不过锁锁锁合 对接锁解锁 电脱锁定 太空舱生存试验进行的同时 空间站对接机构的碰撞试验也在进行 两个飞行器要在太空对接 对接机构十分复杂 因为要给航天员流出转移通道 上百个传感器 上千个齿轮轴承 数以万计的零件和紧固件 只能安装在周边 如何确保两个飞行器对接时不撞坏 不弹开 对接环节还能反复使用 这涉及到几十个学科的研究工作 和大量的试验 工程师们还要在大型对接试验台上 进行超过500次的对接试验 采集核心数据 并将对接机构的使用寿命 从天舟时代的两年 延长到空间站时代的15年 满足未来中国空间站载轨运营 10年以上的需要 国际航天专家预测 2024年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 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 做载人航天这样的事情 一定是大国才能做的事情 一定是有为人类发展 为人类进步 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 有这样干浪的大国 才会去做的事情 以火箭 大飞机 卫星 空间站为突破点 中国航空航天 已经成为中国制造 迈向中高端的先锋力量 航天六十年 放飞中国梦 站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 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 正凝聚起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 开启 新的征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 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 当一个个超级装备 让人类获得超越自身的能力 工程机械制造水平和能力 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关键指标 中国已经是全球工程机械最大的制造基地 全球工程机械企业五十强 中国已经拥有十二席 同样世界第一 在这个中国迈向制造强国 最有可能率先机身最先进行列的领域 留给中国人的眼下却是更极端的工矿 更难挑战的技术 依托超强的装备体系实力 一批强悍的基建神器 正锻造出一支通达天下的超强战队 5月 阿拉伯半岛进入一年中最热的季节 装备工程师周祥正驱车赶往60公里以外的工地 在这片沙漠的中心 方圆100平方公里的极赞经济城 已出具规模 这是沙特阿拉伯第二大工业城 未来它将是沙特连通欧亚贸易的重要经济支点 与周祥同时抵达的 还有这支中国工程队 他们要在这座沙漠新城里 建设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循环用水系统 六个小时后 供水设施的心脏 泵站的基座将开始浇注 2000立方米的基座 浇注需要连续20小时不能间断 承担本次任务的两台主力装备 47米长必驾泵车 中国制造 周祥和同事对泵车进行浇注前最后的检查 在这个红海边 空气的含盐度非常高 对这个线路的腐蚀比较严重 对线路的紧固性和密封性检查非常重要 一切准备就绪 施工选择在风力较小的夜间开始 这次蹦送任务 对臂架的承压能力是个巨大的考验 开始浇注 知道 基座的浇注面宽40米 只有一侧空间可供泵车停靠 这就要求泵车臂架长度必须在40米以上 并完全成水平伸展 泵车的臂架越长 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水平泵送对臂架的压力 比垂直泵送要高出3到4倍 臂架必须采用一种特殊的高强缸来制造 目前能制造这种泵车的国家 全球只有四个 面对世界级施工难题 中国装备完全有实力去解决 交注已经持续了16个小时 考验中国泵车的不仅是长时间的工作 还有世界级的极端工况 泵站就在红海边 沙漠和海水间的温差已经高达40度 这里作业带来了更加复杂的风产 此时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6公里 风力5级 这里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3级 泵车的臂架必须足够坚韧 才能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强阵风 临近中午 气温急速升高 混凝土的温度直接影响交注质量 混凝土搅拌机开始自动加冰 焦注的温度要严格控制在26至32摄氏度以内 油温是45度 45度很不错了 周翔也密切注意着泵车的状况 一个昼夜的熬战 中国泵车创造了高温下连续作业的最高纪录 助力沙特挑战极端工矿的强悍壁架 制造它的核心技术 就在这个工厂里 一小钢正带领团队 向更高强度的钢制壁架发起挑战 车间里正在加工 1800兆帕高强钢钢板 他们将被用来打造新一代泵车之王 86米超长泵车壁架 这意味着钢板每平方厘米 要能承受住18吨的压力 相当于只用一根手指 就能顶起一头成年非洲巷 加工高强钢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热处理 这个加热炉120多米长 将400兆帕的普通钢板 加工成1800兆帕的高强钢 必须在这个加热炉里 从室温迅速加热到9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 因为那个出炉的温度 对心的影响非常大 一小钢需要严格计算和把控温度 每一个控制面板 代表一个加热炉的分区 加工高强钢的秘密 就在这些温度参数里 稍有偏差 钢的强度就大不一样 我们租了将近一万组饰样 取得了四万多组数据 这些数据非常的宝贵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材料 租到极致 租出我们世界最强悍的比较 加热后的整块钢板 被送进脆火机冷却 上下两排共64个阀门 控制冷却液的速度和流量 调试冷却液的阀门参数 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找到这64个阀门的最佳组合 一小钢他们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高强钢需要快速冷却 时间必须控制在短短的20秒 到最20秒 收到 收到 64道冷却液 从正反两面同时冲击钢板 每一道的流量和速度都不一样 每块钢板将近40平方米 要确保钢板每一寸 温度都绝对均匀地冷却 温差不能超过正负1摄氏度 20秒 完成了普通钢到高强钢的蜕变 第一批1800兆帕的高强钢出炉了 每一块钢板都要经过硬度仪的检测 只有钢板四个角的硬度 都超过500公斤力 才意味着整块钢板强度 达到了1800兆帕 510 非常的好 高强钢原材料 一直是国外巨头 遏制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发展的杀手锏 今天 一小钢他们生产出的高强钢 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刚刚下线的高强钢被送到焊接车间 他们将被打造成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手臂 切割 焊接 组装 新一代86米高强钢 超长弊架蹦车即将诞生 这个亚洲最大的工程机械智能化车间 平均每小时就有一台中国蹦车下线 这里已经连续15年 保持混凝土机械销量全球第一 这是86米超长弊架蹦车第一次亮相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制造86米超长钢制臂架蹦车的国家 而这种高强钢不仅可以应用于工程机械领域 在汽车工业 矿山设备 深海探测等领域也将大展身手 力气天意 良工谋势 强悍的超级装备来源于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几十年积累练就的内工 这样的内工让中国拥有了挑战世界最难工程的信心 沿着雅鲁藏布江 工程队正在将世界上性能最为强悍的四台高原装载机 运往海拔3600米处的施工现场 作为土石方施工的核心机种之一 装载机是衡量一个国家工程建设实力的重要标志 这是在建的明泽特大桥 川藏铁路全长1800多公里 全线有340座大桥 182座隧道 桥隧比高达84% 这条铁路将穿越地球上地质活动最剧烈的横断山脉 从四川盆地到青藏高原累计爬升14000米 堪称人类铁路建筑史上风险最高的工程 这个百年梦想正在中国工程师的手中变为现实 工人们正在钻孔预埋炸药准备爆破 打通这条16.4公里长的隧道 将彻底终结藏东南地区没有铁路的历史 但眼前这些都是极其坚硬的花岗岩 只能用钻爆法将它们炸碎再清理出去 放跑啊 这种大吨位轮式高原装载机 是整个工程的主角 隧道每前进一米 就要产生30多立方米碎石 川藏铁路全线需要清理的碎石 大约有4000万立方米 相当于15座胡夫金字塔 高海拔缺氧工况下 普通装备会严重动力不足 而这种中国自主研发的5吨高原装载机 每小时可以高效产装350立方扎料 这种侧卸斗 使装载机在狭小的隧道内 依然可以灵活作业 爆破后 岩石根部仍有许多竹笋状硬岩 需要装载机将它们连根铲掉 这个铲斗 作业时瞬间产生的推力能达到50吨 可以轻松铲断全世界大多数种类的岩石 如此强大的威力 全靠一个核心传动部件 业力变举器 安装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 由泵轮 涡轮和导轮组成 发动机给予泵轮动能 传动由通过泵轮冲击涡轮 再反作用于导轮 最终使发动机扭矩 呈几倍增加 输出动力 广西的制造基地里 工人们正在挑战 世界上最大吨位 12吨液力变举器的 砂芯制造 他们把添加了粘合剂的砂子 倒进射芯机 压出小块的砂芯 再一半一半地拼接起来 组成一个涡轮砂芯 砂芯中间的空腔 就是叶片的位置 这里会浇住融化的铝水 冷却后 涡轮叶片一次成型 12吨的液力变举器 叶片弯曲度 比5吨的大了整整20度 再使用传统的手工抽取方式 容易坍塌 抽出来以后 那那个液型就把杀子带出来 导致整个液型变掉了 这个位置对我们编写 现在影响很大 分半制作 最后组装 这是中国智慧 想出来的独有方法 12吨液力变举器的 涡轮祖芯达到了27块 拼在一起 要做到零误差 给杀芯表面上一层涂料 这是又一道 确保涡轮制造精度的关键工序 涂料配方里 添加什么样的成分 可以将涂层厚度 严格护制在0.2毫米以内 曾是国外巨头严手的秘密 现在也已经被秦光义 它们完全掌握 制芯 封烤 胶筑 青纱 组装 七天之后 液力变举器制造完成 这是让大家期待已久的一刻 七大结构件 九百多种 三千一百七十六个零部件 十天的组装 中国第一台12吨轮式装载机 正式下线 它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 日本 瑞典之后 第四个拥有12吨位装载机 制造能力的国家 这是中国举身最灵活 产装最强悍的产斗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最大 牵引力的变举器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最大吨位的 轮式装载机 研发团队整装待发 他们要驾驶这台装载机 挑战世界纪录 8128装载机 满载爬坡实验开始 12吨满载配重 爬上三十度角的斜坡 行进二十米 第一个车轮上坡时开始计时 此前 国际巨头创造的最好成绩 是三十秒 最大油门 最大油门 保持住 保持住 保持住油门 别松 别松 保持住 保持住 上去了 上去了 前轮运机上去了 装载机后轮冲破终点线的瞬间 时间定格在28秒 这是中国装载机登上世界最高竞技台 标记的新速度 中国企业也成为世界真正的领导者 很重要的就是中国企业在精神上 为自己的产业发展 我们民主振兴 我们有一种一万无钱的 无畏艰难的就有一种精神 挑战极端工况 实现百年梦想 中国工程机械 已经拥有机身世界第一梯队的实力 全球最大的4000吨履带起重机 全球最长的101米 碳纤维B架混凝土泵车 全球最大的5200吨上回转塔式起重机 全球首创全液压平地机 履带式全地形工程车 都是中国制造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需求 为装备制造提供了巨大的练兵场 不断创新突破的良性循环 已经让中国工程师拥有足够的底气 制造出更优质 更高效 更强悍的装备 去挑战世界级难题 清晨 牧民纳森赶着家里的六百多头羊 踏上了转场的路 五月 本是青草生长的旺季 但这里却格外荒凉 年均降水量不到100毫米 很难长出茂盛的草场 不断转场寻找新鲜的牧草 是纳森一家应对干旱的唯一办法 此时工程师龙斌正坐车赶往施工现场 他的团队要在这里打通一条隧道 将三百多公里以外的水引到这里 沿途地质地貌极其复杂 大断层 膨胀性泥盐 高石鹰硬盐 石变破碎带交替出现 如果没有过硬的绝禁技术和装备 工程就无法进行 纳森他们几代人期盼着的水渠 正在龙斌他们手中变为现实 龙斌和他的团队乘坐小火车 进入地下一千米深处 一台巨型隧道绝境机的内部 他就像行走在一个巨型钢铁 蚯蚓的肚子里 这台中国自主研发的 全断面绝禁机 拥有二百三十米长 直径七米的庞大身躯 所经之地 便会出现一条长长的隧道 这边都已经踏红了 都杀不 绝禁的时候就会踏往下走 正在挖掘的这段一公里长的地段 是全球工程师都弹之色变的 石变破碎带 洞壁上不断有碎石往下掉 工人们插入钢筋进行加固 传输带上不断运送出碎石 代表绝禁机还能往前推进 但龙斌很清楚 绝禁机随时都有可能停下来 可能往前走就这么几公分 变质破碎带的话 就是不确定性的因素非常地大 最近他们经常会在一天之内 接连遇到石变岩 硬岩 大泳水三种以上完全不同的地质状况 眼前的这段石变破碎带 不仅位于地震带场 而且因为工程埋身 是普通地铁工程的一百倍 在全球极端工矿中都属于最危险的 隧道内机器轰鸣戛然而止 龙斌预料中的卡击还是发生了 工人打开传送带的舱盖 里面已经积满了岩渣 金燕告诉他们 刀头已经被完全堵死 这个我们叫牙齿 它装在盘面 它主要是起到这个 挂这个银层嘛 绝境机的刀盘顶着岩石面 无法后退 一旦卡死无法更换 这是隧道施工最大的噩梦 以往只能通过人工轻扎 工期一拖就是一两个月 甚至半年 但现在 中国人的一项新发明 可以终结整个行业的困境 龙斌他们送来的 是一把能让绝境机起死回生的钥匙 驱动轴 他们那边又有点长 我们得赶紧快点 好 你把后边扶着一点 我扶后边呢 好 到位 我们现在装好了 你看一下有没有信号 好的 往这边您看见有信号了 你起动一下刀盘 好 现在刀盘已经可以启动了 收拾 绝境机再次启动 传送带重新开始出扎 整个修复过程只用了三十分钟 钥匙驱动的究竟是什么 能够让绝境机快速恢复运转 秘诀就在一千多公里外的生产基地 总装厂房里 一台与施工现场同型号的绝境机 正在组装 直径七米 一百三十五吨重的刀盘 正在与机身进行对接 刀盘 绝境机的铁嘴钢牙 像这样一台五千六百千瓦的绝境机 每天能嚼碎两千八百立方米的岩石 填满一个国际标准游泳池 这台装备在工程机械领域 有地下航空母舰的美誉 四层楼高 二百三十米长的机身上 安装着五万多个零件 像这样的大直径全断面隧道绝境机 直到五年前还一直被国外垄断 现在中国不仅能自主制造 而且还破解了困扰挖掘行业 这五十多年的世界级难题卡机 中国的独创技术就在刀盘背后 超过七米直径的大型绝境机 至少配有八个电机 龙斌他们要将其中一个换成液压马达 通过我们这个背后看不见的小锤 来驱动整个刀盘的那个旋转 液压马达的转速虽然低于电机 但在同样功率下 它的扭曲却是电机的五倍 用液压马达和电机双驱动 来解决卡机问题 正是龙斌和团队想出来的点子 相当于一个是超级保车速度快 一个是重载卡车承载大 我们就想能不能造一个 混合动力的绝境机 一旦遇到卡机就完全可以解决 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能够为中国制造营的尊严 这个车间里 每天有六台绝境机在同步进行组装 十年前 国产品牌的隧道绝境机 占全球市场份额不到十分之一 但现在 中国已经完成了从技术 到市场全面主导的历史性转变 拿下了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 以绝境机为代表 中国工程机械领域 液压 变频 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都取得了关键突破 中国在工程装备上的研发制造实力 已经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竞争对手 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方面的技术和水平 是世界第一的 工程机械 四工机械 它是制造业 重大装备 重大工程的一个基础 没有它重大工程实现不到 没有它重大装备 很难发挥作用 快速高效的交通物流 为中国经济成长 源源不竭注入动力 最近五年 中国铁路 以平均每天16公里的速度增长 铁路运营里程12.7万公里 高铁运营里程2.5万公里 超过排名第二至第十位国家的总和 冯山开路 御水驾桥 每年新开上千座双向隧道 让中国在钢轨上奔跑起来的 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机械装备 穿隧道驾桥机 昌干高铁新国断 中国自主生产的新一代 穿隧道运驾一体机 正吊着重790吨的混凝土香粮 驶向15公里外的工地 这个运驾一体机长72米 高9米 有64个大型工程轮胎 工人们叫它大黄蜂 沿途9座隧道 184孔香粮铺设的桥梁 都是大黄蜂在6个月内铺设完成 好 往前走 往前走 速度稍微快点 架设开始前 施工人员要为架设做最后的精准测量 高铁架设对轨道要求十分精细 每孔香粮的架设安装精度误差 必须控制在20毫米之内 大黄蜂今天要挑战的 是昌干高铁最难穿越的隧道之一 周角山隧道 执行零距离架桥任务 所谓零距离架桥 一出隧道就是悬空地带 架桥机必须穿越隧道 在洞口完成第一孔香粮的架设 一切准备就绪 司机罗应成 驾驶大黄蜂进入隧道 驾桥机提着790吨的香粮穿过隧道 香粮两侧 距离隧道最难通过的地方只有十毫米 这考验着它的操控稳定性 尽管地面上 驾桥机上 有四名工人帮忙监测 但一名驾驶员就可以操控这一切 驾桥机上 前后左右共有上百个传感器 负责转向 防撞 测速等功能 感应数据实时传送到监控屏幕上 罗应成根据这些数据 判断驾桥机的运行情况 进行精准控制 整条隧道长751米 罗应成控制着驾桥机 吊着12.6米宽的香粮 在13.3米宽的隧道里 快速通过 小身材 大力气 操作灵活的秘密 就诞生在这间工厂 刘亚斌 驾桥机的设计者 他们采用了690兆帕高强度钢 制造驾桥机的长达数十米的 承重部件导梁 而此前这种钢材 只用于尺寸较小的机械 这个焊缝 那边的焊缝 是不是所有的焊缝都有这个情况 对 这样咱们的焊接头 先进行预热 用高强钢制造大型导梁 难度在于焊接 刘亚斌他们的核心突破 是确保焊接温度绝对均匀 长达70多米的焊缝 温差必须控制在5摄氏度之内 实际上我们是要用一种 慢火慢炖的这么一个过程 温和地来处理这个焊接的过程 这种突破 让驾桥机的身材和重量 缩减了三分之一 仍然能够吊起七八百吨的香凉 好 慢点 准备停车 好 别 此时施工现场 驾桥机已经抵达隧道口 正在将导梁通过滚轮支腿 移动到前方的桥墩上进行固定 前半部分机身吊着香凉 通过滚轮缓缓延伸到落凉位置 抽走导梁 落放香凉 一个小时 隧道口的第一孔香凉架设完成 四天后 驾桥机完成七孔香凉的架设 开始下一个隧道的施工 穿隧道驾桥机 让中国高铁的建设不断提速 2018年刚刚通车的余桂铁路 全长345公里 桥梁209座 历时五年修建完成 如果没有穿隧道驾桥机 工期将成倍增加 我们国家的高铁建设 跟我们的设备研发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这么多设备的保障的话 更无从谈起高铁建设 现在中国可以针对任何地形 任何工况 定制专门的驾桥装备 河南南洋的卧龙粮厂 这台运驾一体机 堪称驾桥机中的大力士 可以起掉重900吨的香凉 港珠澳大桥延伸线上 屯门至赤辣角连接高架桥工地 世界上最长最大的 多功能阶段拼装架桥机 长200米 正在架设 曲线半径达198米的公路桥梁 科威特海湾大桥施工现场 世界上最大吨位的架桥机 正提着重1800吨的香凉前往架设 与它配套的 还有轮胎式运粮车 码头吊档 整个驾桥装备体系 都是中国制造 打通交通阻隔的超级机器 不止驾桥机 三峡大坝上 另一种重型装备 正在打开长江水路上的新通道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升船机 正将3000吨级的轮船 整船提升 总重达1.55万吨的长船箱 可以沿着尺条垂直爬升113米 提升高度重量 均为世界之最 过往船舶翻坝时间 由过去的3.5小时 缩短到40分钟 每年可以为三峡大坝 增加600万吨的过坝能力 让长江水道 真正成为黄金水道 支撑起这个国家 高效运行的超级装备 还有这里 万吨水泥超级工厂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每年需要消耗24亿吨水泥 超过全球用量的一半 每天可以生产1.5万吨水泥的巨型生产线 中国已经拥有12条 而它的核心装备 就是能把岩石碾压成粉末的滚压机 正在安装的就是嚼碎岩石的牙齿 小柱钉 任何岩石都能够被它轻松嚼碎 这种中国工程师自主研发的深度交错排列方式 将滚面使用寿命提高了10倍 这是目前世界最高水平 中国新的基础设施建设 还在向地下延伸 它同样需要高效先进的工程装备体系来支撑 古城西安 正在建设中国最长的地下管廊 350公里 城市施工不同于野外作业 要尽可能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需要更加小巧 灵活 高效 智能的工程设备 切割机 破碎锤 挖掘机 运输车 2000多台小型机械相互配合 钢筋折弯机 每天可以处理7万根钢筋 激光测距仪 负责确保承重支架的安装绝对水平 10.2万根承重支架上 将安置4700多吨电缆 这是地下管廊建设的关键 智能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他们是管廊运行的安全卫士 蔚来 水 电 通信 燃气等八种管线 将全部集中到地下管廊中 手持终 远程监控 智能安防等数十种智能技术将在这里应用 这里将是全球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地下管廊 地面的拉链路 蜘蛛网将彻底消除 到2020年 像这样的地下管廊 全国将建设完成8000公里 修路 假桥 民生的需要 对于工程机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所以促进了中国工程机械的发展 现在出于优势机位 能够走出去的和基础 建设 和人民的最基本的那些需要 要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 相当于每年都要新建一座芝加哥 土地资源有限 如何以更加绿色环保 安全高效的方式向天空拓展 中国全新的建设理念 正在先进的装备支撑下得以实践 长江畔 一座千年古城 武汉 这里正在建造中国第一高楼 工程师赵飞 每天都要登上这座城市的最高点 他最常用的工具是风力测试仪 我曾经体验过最大的风力是九级风 我们在顶部平台上走动 包括我们想拿出手机拍一下当时震撼的画面 我们的手机都是拿不稳的 赵飞和他的同事正在建设的这座摩天大楼 建成后将达到636米 对于建筑行业来说 300米超高层建筑是一道门槛 而500米则是一个更难的关口 建设这样一栋楼的物料和装备 总共有五六十万吨 是300米建筑的两倍 施工风险更是比300米高楼大了四倍 这对于施工平台的稳定性和承重力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赵飞与平台的设计师王辉 来到楼顶监查工况 今天他们将冲击500米这个大关 但500米高空的风力达到了7级 超过以往任何一次鼎盛 风力作用下 500米大楼的横向摇摆幅度 可以达到1米 挑战这样的工况 赵飞他们很有信心 他们独有的金刚钻 就是脚下这个红色装备 足有4.5层楼高的巨型机器 最新一代空中造楼机 中国首创 现在看这个各项指标 都还是比较正常 没什么问题 此时空中造楼机停靠在高空499米处 这个四周封闭的移动工厂 正在等待着500米大关的重任 平台自重2000吨 再加上钢筋 混凝土 以及塔吊等一系列装备物料 造楼机总重接近4000吨 相当于3000辆小汽车 它将在五个小时内 整体顶升4.5米 两边看清楚点 工人们正在进行顶升前的最后准备 安装成立件 这个成立件的背后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的支点 我们把它叫做V2支点 就是混凝土表面三公分厚的一层凸起 那么这一块成立件就可以承受400吨的承载力 这种有点像搓衣板的V2支点 是中国工程师的独有发明 空中造楼机能够经受住4000吨的赫载 抵抗14级大风 它是其中的关键 成立件就像造楼机的手脚 紧扣在大楼核心墙体的支点上 大楼外侧的液压油缸负责提供动力 依靠V2支点 大楼的墙体就变成了攀岩墙 造楼机驮着负重 像猴子爬树一层层向上攀爬 顶升中 勾爪会不断挂住墙面上凸起的小台阶 即便液压机突发故障 12个勾爪也会牢牢抓扣在墙面上 为百米高空中造楼机的安全保驾护航 在极限情况下 我们可以抵御14级大风 我认为绝对没有问题 6 5 4 3 2 1 OK 压力正常 各位要帮注意 准备完毕 开始顶升 这台造楼机过去最大的区别 就是顶升效率更高 上一代造楼机平台上塔吊等重型设备 需要设置专用的洞口 平台顶升后再对塔吊进行顶升 完成全部重型设备的顶升 通常需要两天 而现在 整体顶升可以将工期至少缩短20% 此时 技术人员正在大楼外 用激光测距仪测量油缸的顶升行程 这个顶升力达到400吨的巨型装备是所有抬升动力的来源 这是在空中造楼机上第一次使用长形成的液压油缸 6米形成可以让平台一次顶升到位 提高作业效率 12个大型液压油缸运行必须完全同步 高度差要控制在2毫米以内 否则可能导致平台清洗 8号缸测量距离129.6 收到 收到 开度仪显示130 8号正常 现在我们继续领导 收到 收到 仅用5小时 新一代造楼机就完成了它500米关口的挑战 这是中国建造技术的新高度 全球300米以上的高楼 有将近70%是中国建造 超高层建筑领域 中国高度 中国效率 绿色节能的建筑方式 以绝对优势领跑 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在中国 全球超过一半的摩天大楼也在中国 我们有责任 有条件 也完全有能力 自主研制我们的核心技术装备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它的诞生将中国乃至世界 超高层建筑结构 施工技术水平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的高度已经在国家战略中标记 一带一路 经经济 长江经济带 将为三年后的中国 带来近万亿元的工程机械大市场 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 进入全球工程机械第一方阵 到2030年成为具有全球先进 高端影响力的工程机械强国 蓝图已经汇旧 来自中国的工程机械装备集群 必将成为让世界更加美好的中国力量